618年中活动相遇世界杯,最紧俏的产品变成了家电。 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所有球迷的节日,也是全世界热爱足球人的节日。 对世界各地的球迷来讲,观看世界杯又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各种媒介,电视仍旧是观看世界杯最好的媒介之一。 各大电视厂家也是在世界杯期间绞尽脑汁,用最好的形式支持球迷们观看世界杯的享受。 苏宁成为了这个线下的主力军,联手各大品牌给广大的电视用户提供了强大的优惠活动和力度,在世界杯期间让电视陪你度过盛夏时光。 用户主观意识决定产品定位,苏宁介是领导大屏彩电市场。 用户现在讲究的就是大屏幕的彩电,随着各大厂商的电视尺寸逐年上升。 55英寸、65英寸的彩电已经是每家每户的新宠,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促使彩电行业的消费升级以及电视技术的革新要尽快赶得上用户的需求。 作为家电行业的领军议员,苏宁在对于现在的彩电行业趋势,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通过数据分析,对世界杯期间的热销款进行针对性捕获,这也造就了苏宁近期销售的井喷。 在6月1日苏宁彩电活动第一天,苏宁的65英寸及以上的彩电销量就增长了超4倍,而随着世界杯的林迹,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提升。 小编了解到在此次年中大促期间,苏宁针对55英寸、65英寸和75英寸等不同大小的电视都推出了超低的苏宁价,这样的方式上述首次,也成就了家电行业定价的新标杆。 高科技助力,苏宁抢占渠道先锋。